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斯今天来到的世界是 叮 超大一颗 这是一颗叫做 方块珍珠的中介珍珠 而这个中介珍珠呢 那伤害竟然有四个木件差不多 总之呢 这个东西可以让我拿去进入各种方块 像是原木啊 或者是泥土 甚至是黑药石以及基岩都能够进去 进去之后 我好像可以获得各种超强的物品之后 最终我要去挑战的boss呢 是扶手者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总之呢 既然手上已经拿到的话 马上就来试试看吧 说到minecraft第一个要碰的方块 果然就是原木对吧 所以呢 来试试看哦 嘿 哦 来了 上面有一个写条耶 森林守卫者 然后这个就是原木的里面 有写条是不是代表 哇塞 那是什么东西 他中过来了 哦 他会种树耶 他竟然会种树耶 这是一只对地球很好的boss的感觉吗 他看到我就一直想要攻击我的感觉 诶 是要攻击我吗 诶 他又种树了 这是在干嘛 啊 好痛 他还会打我诶 诶 是这样的怪物哦 然后他的血量 诶 他的血量也太多了吧 然后我挥拳的时候 他也会挥拳对我诶 这不是兄弟拳 我用我的方块珍珠攻击他好了 等一下我的方块珍珠会不会先坏掉啊 诶 好像不行诶 我先把这个原木带走好了 他种出来的树呢 我应该是可以直接把它拿来做成木箭的 好啦 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吧 听说你对地球很好是不是 喜欢种树是不是 那我就用木头打你哦 哇 还好这家伙看起来跟铁巨人是同类型的 而且攻击距离没有很长 所以我可以像这样子直接欺负他到死是吧 诶 我的武器既然先坏掉 他也太硬了吧 好啦 剩下来用我的方块珍珠把它解决吧 嘿 最后一下 解决 哦 掉出东西了 这什么东西 啊 这是他的头吗 我还不能攻击他诶 这什么 我把他的身体打坏之后就只剩下头了是吧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箱子诶 刚才就很在意了 这什么东西 哦 有一把剑诶 这是一把竹刀的样子 攻击力没有很高 但是攻击速度超快的感觉诶 诶 我是不是一定要爆炸声 啊哈哈 这家伙会复活哦 哦 是哦 只要过一阵子他就会长大了是吧 又长回来哦 哦 算了 不跟他打了 先回去好了 哦 有了 回来了 那这样子回来之后呢 我目前就只有一把剑 然后我没有食物了诶 总之我先收集一些材料吧 等一下我想要来做个熔炉 挖个原木 做个木稿 挖个石头 好的 那这样就可以来做个熔炉了 那做完熔炉之后呢 马上就出发去看看吧 拿着我的方块珍珠 嘿 诶 不对不对 不是要打开 要进去哦 嘿 哦 来了 哦 这 诶 诶 熔炉巨人 眼睛好像没希望诶 这家伙该不会是可以拿来当熔炉用的吧 哦 有诶 它把我的木材吃掉了 然后突然开始动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不打扰它了 诶 这边有箱子诶 哦 所以里面有奇怪的东西 这什么 熔炉之剑诶 我好像拿着这把剑有煤炭的话就能够烧矿物的样子 看起来超方便诶 而且还有超多食物 哇塞 诶 我刚刚才做出来的熔炉 没想到里面已经装这么多了 哈哈哈哈 诶 番茄 还有玉米 跟披萨 披萨片诶 这什么鬼东西 怎么有一些奇怪的食物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我来试试看把这个熔炉巨人打死看看好了 这真的打得死吗 嘿 哦 哦 好像很痛诶 哦 等一下哦 抓一下距离 抓一下距离可以 嘿 我刚刚还帮它加火 我不应该帮它加火的对吧 加火之后是不是变得更强了 死路 死路 哇它差点死掉 嘿咻 超级硬诶 OK 打掉了 这样就掉出了熔炉诶 然后还有一些鹅卵石 哦 是这样子的感觉哦 好啦 那这个方块看起来是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就出去吧 再來下一個我想要去試試看 工作台 工作台也能進去的樣子 這進去會去哪裡啊 好期待喔 來試試看喔 來了喔 這是工作台的巨人嗎 而且這邊看起來好像還有鐵方塊是不是啊 這是鐵方塊嗎 我要挖嗎 然後這個工作台巨人是工作台的意思嗎 可以打開來用耶 真的假的 還可以看合成表 真方便耶 然後每一個方塊裡面好像都有東西可以拿的關係 只是這周圍沒東西耶 還是這裡面啊 先做個斧頭好了 然後把這邊給挖掉啊 找到了找到了 這裡有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的話是石鎬跟石斧 還有一些的木材 工作台裡面也太爛了吧 就這樣子而已喔 你呢 你會掉工作台對吧我猜 會 他會被擊退耶 通常這種魔像類的怪物都不會被擊退 但他太弱了所以會被擊退是吧 還掉了紅石粉耶 所以他的能源是紅石囉 然後這邊還有鐵方塊的關係 所以我也把這個給挖掉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拿到 喔有啦 這樣就可以一次拿到超大量的鐵耶 好讚喔 所以工作台的側邊真的有工具喔 喔真的耶 這邊有一把剪刀 你們知道嗎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是剪刀耶 原來側邊有掛剪刀喔 欸那這個番茄好吃嗎 番茄能夠補多少啊 喔番茄超級爛耶 我吃牛排就好了 好啦那再來就先回去吧 有了回來了 回來之後呢 這個工作台好像還在耶 欸我現在升上工作台超多 雖然我平常生存的時候也一樣啦 只要需要工作台的時候就會做一個新的 你們懂那種感覺嗎 你們有還麥塊嗎 OK那剛才拿到一大堆的鐵方塊對吧 我現在來做個全套的鐵裝出來好了 哈哈哈哈 超輕鬆耶 一塊鐵都還沒挖進我全套鐵裝了 我進入方塊應該是我縮小啊 結果我帶出來的東西還跟著一起放大耶 這方塊珍珠真的太猛了 順便做個鐵桶 還有一把鐵劍好了 因為目前遇到的所有方塊裡面都有怪物對吧 如果沒有武器的話應該很難打 然後鐵劍的傷害比熔爐之劍高了0.5 所以拿著這個用應該還不錯 那下一個我想要進去的東西呢 各位猜猜看是什麼 是泥土喔 所以就進去泥土看看吧 來了 好噁心喔這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還有一隻奇怪的巨人喔 哎呦這 全部都是螞蟻跟蟲 好噁心哇塞 超級多 還有蚯蚓耶 這蚯蚓竟然會在陸地上面跳 超噁心 這什麼鬼東西啊 不過泥土裡面本來就應該要有這些生物是吧 超級噁爛的啦 我先把這邊的東西給殺一殺好了 喔超級脆弱 這螞蟻怎麼看起來蠻可愛的 這不要靠近我 然後這個的話是一隻 好像是黏土耶 黏土磨像 跟這個是樹葉磨像喔 它身上還有再回復血量的感覺 所以我打它它會一直回復血量的意思吧 我猜 而且它超脆弱耶 喔 喔 完全不會痛 哇 這麼舒服喔 還在幫我按摩喔 好啦 不用你喔 我自己來 超級弱一下就死了 那另外這個黏土磨像是幹嘛的啊 黏土磨像也是一下死 超級脆弱 OK然後我剛才也看到箱子了 這中間超噁心 真的全部都是蟲 這裡呢 這裡面也是蟲 這什麼東西 炸猛 竹節蟲 螞蟻 蟲蟲 什麼鬼東西啊 這東西完全用不到的感覺耶 然後還有鹽巴 鹽巴是幹嘛的我也不懂喔 還有網子跟 捕蟲網耶 真的假的喔 還可以抓蟲喔 真的可以抓耶 我只要用左鍵揮一下之後 它就可以把蟲給抓起來了 原來蟲蟲也算是蟲的一種嗎 我都不知道耶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把這邊的所有的蟲都清掉是吧 我為什麼要進到泥土裡面把所有的蟲都抓起來 然後我的網子快破了耶 這網子破了會怎麼樣啊 這樣有抓到任何東西嗎 看不出來耶 這超噁心耶 這蟋蟲能放出來嗎 喔好大隻 超級大隻 真是蟲過境等級的耶 啊壞掉了 喔 我抓到的所有生物都會在我的身上啦 喔原來是這樣子喔 好啦那 剩下的蟲就不理它了 超噁心 趕快離開吧 不管是出來還是進去的時候 都要先撞到幾下頭耶 這珍珠進去的方式感覺滿暴力的 OK那下一個我想要進去的方塊需要去地底裡面找喔 不是黑曜石不然就是鑽石這一種比較深層的東西才比較容易發現的東西 所以我先找個洞窟下去吧 喔這裡的洞窟超級大好像被隕石炸過一樣耶 然後這個地方也有水的關係我可以把這個撈走 這樣就一路可以下去了 OK那這邊呢有岩漿 這個岩漿我好像就可以直接把它做成黑曜石了對吧 所以把這邊給挖開喔 然後接著等一下 差點死掉 超恐怖 接著就直接把它做成黑曜石吧 OK 然後我就可以靠近之後呢 直接從這個黑曜石進去喔 來了 這什麼東西 看起來超強的黑曜石巨人 他眼睛是紅的耶 然後旁邊這什麼東西 小香菇 怎麼會有香菇 還有紅色跟咖啡色耶 超可愛耶 還有手耶 黑曜石巨人就跟他們住在一起喔 那我先把這個香菇給打死看看好了 意外的滿硬的耶 要兩下 好像 連香菇都不會掉耶 這香菇怪就只是可愛是吧 接著來打打看這個黑曜石巨人好了 感覺他應該很強喔 沒事沒事 感覺應該不用墊高吧 我可以正面跟他打嗎 這樣子 好像不太行耶 我還是墊高好了 應該所有的巨人都一樣吧 只要像這個方式就不會被攻擊到了 哇超卑鄙耶 好啦那我就用這個方式打掉他吧 竹刀感覺更好耶 竹刀的攻擊速度是一般的武器的兩倍 香菇不要推他 很危險 沒想到那香菇竟然有復仇的心理在耶 我以為他長得很可愛 人處無害 我剛才還有押韻 然後這黑曜石巨人好像被我打碎了一點耶 原來他是會越來越碎的嗎 OK 打掉了 那這樣子又拿到了一些紅石粉耶 然後這個地方的箱子要在哪裡開啊 在這裡我看到了 可以直接開太好了 這什麼東西看起來超帥 還有一把弓耶 無限 還有一把無限弓喔 真的還假的 那我就拿這個東西出來好了 然後這把武器的話是 好像可以拿來傳送用的耶 而且他攻擊超級高耶 12傷害 日隨劍好像攻擊才9 這把有12耶 有這把我還需要其他的劍嗎 然後還有一些終界珍珠喔 OK 那這樣就可以離開這裡了吧 OK那剛才拿到的這把武器 先來試試看好了 他的名稱好像叫做 安德之劍的感覺 而且我只要像這樣子 點擊的話 然後我就可以儲存我目前的位置 所以迷路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 我原本要去的地方在哪裡 雖然這個感覺用不太到啊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效果 是可以像這樣子耶 傳送喔 對 稍微傳送一小段的距離嗎 還是可以很遠啊 我來試試看 喔 好像蠻短一段距離的 對大概這個距離而已 而且有冷卻時間喔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他傷害超級高啊 對吧 然後下一個東西呢 我想要再去地底更深一點的地方 我想要找個鑽石 然後進去鑽石礦看看喔 欸 我找到了 神白眼的鑽石 那我可以直接靠近他之後 平常都是挖掉的 欸 我順便來看一下有幾顆好了 喔 三顆 三顆嗎 還是有更多 有五顆耶 哇賽 這個洞窟旁邊的竟然有五顆喔 不過那不是重點喔 進去應該會有更多 這上面都是鑽石耶 所以這應該都是鑽石礦吧 欸 還是鑽石磚啊 嘿 喔 來了喔 這是超級多鑽石方塊 哈哈 哇 太多了吧 這密度比想像中還要多好多喔 這什麼東西 摩尺 什麼是摩尺 好大一隻烏龜喔 這應該是火焰龜之類的生物吧 然後還有鑽石巨人耶 哈哈 好大隻喔 不過我的炸猛也很大 突然覺得好帥喔 這隻炸猛拿去跟人家的炸猛去比的話 我的炸猛應該會比較強喔 欸總之呢 來試試看吧 把這隻鑽石巨人給打掉看看喔 OK 來吧 欸 欸 等一下 該不會它是被我傳送去 我剛才指定的坐標了吧 我再試一次換這隻烏龜怎麼樣 這樣子 嗯 這樣子 喔這樣子嗎 喔 對又不見了耶 哈哈 那我如果直接把它砍死會掉什麼 我來試試看喔 喔 三下就死了耶 它好像掉了 龜殼碎片的樣子耶 不曉得能幹嘛 應該是垃圾 鑽石比較珍貴喔 我先來把這邊的鑽石給挖一挖 然後這邊應該也會有箱子吧 可能要找一下耶 我把這邊全部挖開來看看喔 欸我找到了 這裡石斑磚下面喔 來看看吧 這裡面裝的是 蛤 這什麼 Bug的鑽石耶 這是一個 壞掉的鑽石耶 這什麼鬼東西 看起來超恐怖的耶 然後還有鑽石護腿 保護4 超猛 跟鑽石胸甲保護4 還有保護4的附魔書 跟這個是什麼 攻擊力28 這世界的武器做壞了吧 超級強耶 然後這個鑽石好像只有一顆應該也不能做什麼 我來看一下合成表 欸對我身上是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所以 好吧那就這樣子吧 房具先換上去之後 等一下喔 我想要回去看看這個地點 上面寄的這個坐標呢 那隻鑽石巨人到底會不會在那裡 最後我再把我的其他部位也給做成鑽石裝之後呢 這樣子 還有要做的事嗎 OK沒有了 所以就直接出發吧 回到一開始的地方 回來了 這邊就是我剛剛看到的鑽石喔 這個我已經不屑挖了 我已經有超級多鑽石方塊了 超級有錢 總之我先稍微找一下路 回去剛才這個見記錄的位置吧 喔我看到了真的在這裡耶 欸哇塞 這武器是真的可以傳送怪物到我指定的坐標的耶 好猛喔 所以不管在哪裡 我都可以把他們帶來我想要的位置囉 像是服務守著 我應該也能夠把他傳送過來的意思耶 好酷喔 OK那再來就是 我像這樣子在這個距離一直攻擊他會怎麼樣啊 這樣他是不是會一直回去啊 欸他怎麼不見了 我一本想說是不是可以讓他無限傳送在同一個位置 喔他在這裡耶 欸唷欸唷 欸唷 超危險 欸唷有有有 我可以讓他一直後退耶 時間倒轉 想過來再回去 欸這武器超激猛的耶 好猛喔 這樣他永遠靠近不了我耶 這就是 黃金戰魂曲 啾啾有人看過嗎 OK那這樣就成功解決掉了鑽石巨人喔 而且還多了好多顆鑽石喔 雖然用不到了 超特別的耶這武器 欸然後我突然發現這把劍是叫做 BUG的鑽石劍耶 我還沒有用過他攻擊耶 剛才忘記拿來用了 20%的機率 有可能會讓這一把劍變回鑽石劍喔 所以這一把劍是有可能會不見 然後變成一般的劍的意思耶 哇賽 原來是一把用運氣玩的劍喔 還有這種東西喔 好酷喔 那我來打打看喔 這邊有一隻烏龜 一發沒事 欸有這把武器拿去打扶手者應該超猛的吧 那再來我要去找個 機岩喔 所以機岩的話在很深的地方對吧 嗯 我直接找個一把鑽石搞下去好了 直線往下挖喔 身為一個資深Minecraft實況主呢 我可以挑出一個位置 讓我直線往下挖也不可能會死的 就是這裡 哇 等一下 沒有死 喔有了我找到機岩了各位 欸沒想到這麼快耶 好啦那再來要前往是Minecraft最硬最猛的方塊喔 叫做機岩 絕對挖不破的機岩啊 裡面到底放什麼東西呢 喔喔喔喔喔喔 又撞到頭了 喔來了 欸有血條欸 欸哇塞 機岩巨人欸這一隻 哇他身上有長青灘欸 而且他上面有血條 代表他比一般的還要更強對吧 我打得死嗎 那血條有點多格欸 然後這邊還有終界傳送門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順便去打終界龍囉 等一下我想要看一下中間為什麼缺一個洞喔 這裡面裝什麼 欸有箱子欸我可以開掉喔 欸這什麼東西 不死之劍欸 不死圖騰劍的感覺 我好像 只要沒血的時候拿出這把武器 他就有特殊效果 可以幫我回復血量的樣子欸 然後還有一大堆垃圾機岩喔 這機岩到底你想幹嘛 放下去挖不掉啊 好啦那再來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挑戰他嗎 這真的打得贏嗎 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欸先準備一下好了 為了預防萬一喔 所以先像這樣子欸 弄個 預防萬一用平台 放出來之後呢 再來我就可以拿著我的Bug之劍喔 Bug之劍跟不死之劍這樣子攻擊他了 20%機率 第一刀 沒壞 第二刀 欸為什麼不會扣血 欸 消失了 怎麼可能這麼弱 欸他去哪裡了奇怪 還什麼東西都沒掉欸 有這種事情 他沒有扣任何血就突然死掉了 啊我懂了 我的Bug鑽石劍 他變成鑽石劍了 剛才這把劍上面說明是有寫說 會消失 我以為是Bug鑽石劍會消失 沒想到是劍連桶那個怪物會一起被消失欸 好猛的武器喔 20%機率是吧 那這樣就算是成功打掉了那隻機岩巨人嗎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是不是我打贏啊 好啦那就可以直接去下個地方了 結束了 來到終界囉 那來到終界之後呢 因為我剛才有拿到無限的力量弓 以及我身上還有很猛的劍喔 所以我應該可以用這兩把武器去跟終界龍打 不只這樣子 我好像甚至可以把終界龍傳去主世界吧 那算了還是不要亂搞好了 不如在這邊直接把他打死喔 好啦那我先把這邊的水晶給射一射吧 從這個角度再射一次 有了 這樣就成功打掉了第一顆 好啦最後兩顆終界水晶 我超準欸 最後一顆了 這樣子 應該沒有爆喔 再換一個角度 有了這樣就全部都爆炸了 所以我可以拿我的強力武的弓去打終界龍了對吧 好痛 這把弓超級猛欸 好像還有一顆欸 是在這個正上方的樣子喔 OK打掉了 最後一顆終界水晶 那接著就可以繼續射終界龍了 欸他剛好要下來了 我想要直接拿我的不死之劍打他嗎 不死之劍好像傷害沒有特別高欸 不過好像有效果欸 我來試試看喔 這樣子 喔 有綠色的效果欸 唉唷我被打飛了 欸然後我被扣血的時候 我站在龍血裡面看看 像這樣子 點出不死之劍的效果 我跑出一把不死劍的形狀欸 然後我的血變超多的 好猛喔 欸哇塞 這把武器感覺比想像中還要更猛很多齁 那這一把呢 安德之劍 嘿 欸安德之劍的傷害沒有想像中那麼高對吧 不死之劍跟安德之劍 我記得他們的傷害量是有差的 但打起來好像一樣的感覺欸 好啦那我就直接像這樣子把終界龍給射下來喔 欸好痛射到自己 搞什麼鬼 嘿 終界龍又下來了 再拿我的安德之劍打他喔 嘿 嘿咻 感覺應該快要解決他了 然後解決他之後呢 等一下我要去做最後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的最後目標不是 服守者嗎 所以代表我還要去 地層深淵那邊 而且地層深淵的方塊也是可以進去的喔 來了 最後一發 OK 這樣就成功解決掉了終界龍 輕輕鬆鬆啦 順路就不小心打掉了終界龍喔 好的 那地層深淵的地形呢 通常要在高山的地方 這邊剛好看起來就是一個高山 所以代表往下挖的話 有超級高機率會看到喔 那我先做個做完食產之後 就可以直接往下直直挖了 這次一樣直線往下挖 不可能會死 我還有不死之劍欸 哇 欸 竟然沒洞窟嗎 欸有了我找到了 這個喔 剛好就是 我想要找的方塊喔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這是浮靈嗎 只不過好像沒有看到服務守者的那個召喚方塊喔 等一下可能在這個附近找一下會有機會看到吧 總之呢我要進去的下一個方塊就是這個喔 這是我今天要進去的最後方塊了 不曉得裡面到底裝什麼欸 來吧那就直接進去吧 喔欸 喔來了來了 喔喔進來了 應該是進來了沒錯 喔欸這什麼東西 欸有兩個欸 而且一個這個要怎麼講啊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方塊要叫什麼啊 反正就是服務守者會掉的方塊 做成了魔像是吧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地形的魔像欸 啊他們可以幹嘛 右鍵好像不能幹嘛欸 這一隻呢 這一隻也不能幹嘛欸 啊強度怎麼樣啊 我來試試看喔 先拿出我的 我現在還有什麼鍵啊 就只剩下這把劍蠻猛的而已 先試試看這一隻強度怎麼樣喔 這方塊蠻軟的我的印象中 喔 喔用力點喔 用力點喔 用力點喔完全不會痛啊 兩下 兩下他就快壞掉了 三下 四下 四下 四下就死掉了超級脆弱 那這裡面感覺就有藏東西對吧 我來稍微找一下喔 這個地方對不對 不對 這個地方對不對 不對 真的假的 沒有嗎 喔有欸有欸 我就說會有吧 那這個裡面喔 只有一把劍欸 這把武器看起來超帥的欸 扶手者之劍的感覺嗎 喔喔喔喔好大 超級大一把 然後他的效果呢 好像是可以對扶手者造成更多的傷害欸 欸好猛喔 扶手者專用 打扶手者專用的武器欸 那這個傢伙呢 你打我會痛嗎 喔 會黑暗效果喔 而且他比剛才那隻還要更強一點的感覺齁 OK那再拿我的 欸 等一下喔 我剛才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再讓他打打看 好的被他打了不少血量之後呢 揮一刀 啊 這一把武器可以幫助我回復血量欸 超級猛欸 我只要這樣子一直揮的話 我的血應該就可以一直回復回來了 然後 我等一下打扶手者的時候 用這一把 扶手者之劍去砍他就好了對吧 來啦 再來就是要回去獵殺最後的Boss喔 扶手者 所以就直接回去吧 有了回來了 這個地方就是剛剛的地方喔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找一下扶林消口吧 喔 有了喔 那個就是 這個地方可以叫扶手者出來了 各位 那我在這邊叫個四次喔 扶手者 出來玩 扶手者 出來玩 哈哈 叫他出來玩 可是手上拿一大堆兇器在等他 來了 第四次 扶手者應該要出來喔 所以呢 會出現在哪裡呢 喔 在我的旁邊而已耶 超恐怖 我會不會被他一刀打死啊 欸 我有保護師應該還好 所以呢 先來個 增加血量 然後扶手者的武器 攻擊 兩下 三下 四下 喔 有耶 感覺扛得住 可以可以可以 欸 完全不會痛耶 我的武器這麼猛喔 然後再加個血量之後 繼續拿我的扶手者之劍攻擊 你這樣就贏了 哇 輕輕輕鬆鬆耶 OK 那這個就是能夠進入方塊的世界喔 哇 突然在想 我平常把方塊拿來當素材 根本是在浪費素材喔 進去裡面的東西還更好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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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